嘿嘿嘿 我的iPhone 14 Plus 升级好iOS17啦各位 Apple在WWDC就发布了Vision Pro之後 全部的焦点就放在这一台AR上面 但是我就不同啦 我目标明确 就是要来当你们的白老鼠 我已经提前升级好了iOS17的Beta版本 就是要把你们测试一下 到底好不好用 然后我也拿不到Vision Pro 开始之前先给你们讲一下 这次iOS17不支持的机型有 iPhone 8 iPhone 8 Plus 还有iPhone X啦 也就是说 在iPhone XR跟iPhone SE二代之后的 全部进行得支持 我现在下载的这个来是Beta版本嘛 这样正式版是没有这样快来的 它会在大概9月份配了iPhone 15的时候 才会一起出 首先第一个最明显的升级就是 Standby Mode 只要你一 冲着点 二 打横方 做到这两个动作就可以 召唤神龙 哒哒 左边是大大的闹钟 右边就是热力 你上下滑 左右滑长按都可以换不同的Beta啦 也可以换去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比如说照片啊地图啊音乐等等 这个操作方式就很像Apple Watch 就是按进去你还可以自己customize这样 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晚上给你睡觉的时候 一边充电一边当成一个闹钟来用的 而且它有夜间模式当光线不够的时候 它会变成红色 Apple是这样这样比较不伤眼睛啦 而且我发现哦 当stand by board有message来的时候 还会变超大个 你看 只大 而且我一拿直 这个功能就没有掉啦 第二 增加了新的Wallpaper 我是不懂Apple是不是特别喜欢行星啊 它这次就增加了很多 什么火星啊水星啊天王星 天明星 王星 王星 然后还有这一组万花筒的 然后这边你再滑下一点 看到这一排就这次iOS17的主题Wallpaper啦 字体终于可以跳出戏了 然后就可以换 哦 这边还可以选浅色 或者是深色系 第三 Vidget新功能 桌面的大文件夹终于有用了啦 这次是真的是可以点下去play了 比如说Tinker App 现在可以直接点就播放了啦 你看看我ROS16的话 是一个Display Purpose罢了啦 点了嘛 不是要跳去App才可以播放 它动作就很繁琐 现在直接在桌面就可以按带了啦 然后Vidget的设计也是换了一点点 比如说时钟就换了啦 热绿不懂这么红色变黑色了啦 那我自己是更喜欢iOS16多一点啦 第四就是iMessage啦 我不懂你们是不是有在用啦 我自己真的是很少用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讲一下啦 这次iMessage的时候 一共有四大更新 第一个就是新界面 那iOS16的时候呢 会有很多颜色的这一行App 现在iOS17也直接干净 它浓缩去了这个家的里面 哦 还会有动画很流畅一下的 在里面呢 你就可以选相机啊 照片啊 音频等等 然后iMessage的时候 有一个很赞的性功能 就是可以自动帮你把语音转换去文字 比如说我现在demo啊 我昨天跟你讲的 我昨天跟你讲的那一条裙子 我昨天跟你讲的那一条裙子 现在有在做折扣 你要不要买 OK 你们听啊 我昨天跟你讲的那一条裙子啊 现在有在做折扣 你要不要买 哦 马上就出现在这边了 OK 现在我们再录多一个 出来出来 OK 去去再进回来 No 出来了 所以如果你的朋友很长期讲话 四五十秒那种 你们就可以直接看文字就好了啦 再来下一个升级就是 如果你觉得你朋友的讲话很好笑 你可以反手给它一个贴纸 然后那个贴纸是直接贴在那个字上面的 最后一个是平安通知 你按一下左下角的这个加 往下滑 就会看到平安确认这个功能啦 你可以set一个目的地和阿卡的抵达时间 如果没有在这个时间抵达的话 手机就会自动通知对方 又或者你偏离了路线 它也会在十五分钟里面通知对方啦 但是在通知之前它是会问你的 如果真的是没有回应的话 它才会发出那个通知 第五 联系人有大poster了 首先我们去联系人这边呢 选你要放poster的人 按编辑 然后编辑 然后自定义这边我们就加 在这边呢其实你就可以选 你要当场拍照 要照片 要你我表情 还有字母图案 你我表情呢就是 那种memoji里面的 你要放这里也可以啦 但是我不要 我要放照片 OK 我已经选好了 我要放这张 我看到没有 美 然后这边呢你就可以选 你的字要打直的 或者是打痕的 而且它的字会automatic在我的头的后面的 好像cop出来的 你看我滑这边还可以换不同的filter color 这边有点帅 OK 就是你了 喔 还有白天跟晚上的感觉 而且这边还可以写字的 就是你可以写一下你自己的名字 或者是你想写一些你的金玉良言 然后我写你好 下一步 你好 所以当它call的时候这边是你好这样子 我刚刚就写好了阿Kent的这个contact poster啦 OK 我现在试下打电话给他 它就会是这个画面了 意思就是说今天无论我打给他 还是他打给我都会是这个画面了的啦 第六就是我们的Safari啦 这次新展一个叫做无痕浏览的东东 就是你在里面看了一些很隐秘的东西喔 然后你回去History那边喔 是不有record的 第七 AirDrop更加厉害了啦 老实讲呢我当初买第一台iPhone呢 主要原因就是为了AirDrop啦 因为它真的是又快又方便 当然也是因为身边很多朋友都使用这iPhone啦 这是iOS17的AirDrop 新加了两大新功能 第一个就是 只要把两台手机互相靠近的话 就可以发送了啦 你不用再选要发给谁 只要靠近喔 我就是发给你罢 它这个concept有点像 两张infrared的影子 第二个新功能就是 AirDrop现在可以透过网络去发送啦 比如说你现在在send一个很大发动的东西 你有一点赶时间喔 你可以直接走 因为喔它接下来 AirDrop会继续透过网络发送 它是不会断的 但是这个功能呢 我现在还是demo不到 因为它没有放在beta版本里面 等吃点正式版出了的时候 我再正式试给你们看 所以我比较大的升级就是这七个啦 吃点等我发现了更多隐藏功能的时候 我再拍给你们看 最后第八个功能 屏幕距离专门针对手机 靠近靠近眼睛的人设的 你打开setting 屏幕时间就可以开启对眼睛善良之路了 看了之后只要少过30cm 手机就会通知 叫你拿远一点的啦 这功能呢 目前只有有Face ID的手机才有啊 最后跟大家讲一下 我感觉这是iOS 17 beta版本喔 它会有比较顺畅的感觉 不懂是不是我错觉啦 但是呢 发热耗电还有bug 这个还是蛮严重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升级iOS 17 beta 你们要想清楚 不然你就用一台你比较少用的iPhone 去试下升级test一下 如果你真的真的真的要更新的话 这样我就唯有教你了 我还可以怎样咧 接下来就是教程时间 教你如何免费不花一分钱去升级iOS 17 beta版本 In case你们不知道 我开发者版本消给免费的 而且很贵一下 我是不懂多少钱啦 但是我 我找到这个是free的方式 我自己也是这样子更新到的 首先呢 你就去App Store下载一个叫做Apple Developer的App 下载了之后 你打开 账号这边呢 就登入你自己的Apple ID啦 接下来你等一下子 就去setting去更新软件这一边 你就会看到有iOS 17 beta的这个选择 按下去就可以开始安装啦 记得哦 你们一定要先更新到 你们最新的那个版本 就是iOS 16.5 之后你才会收到iOS 17 beta的这个通知 不然你们等很久很久 你们都不会收到的 我之前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一直觉得 这么我没有收到 其实是因为我还没有跟到最新的版本 OK 就这样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你们升级记得自己赞走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祝你们更新happy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